HELLO 大家好,我是DOWNRO 職業白白種,但最為核心的無非就是鐵三角,坦普打陣容 想當初我在玩FF14的時候,最愛玩的就是坦克了 而作為來玩的職業,我認為就是奶媽補師 喔,奶媽真的是瘋子在玩的,玩起來有夠痛苦 坦克所要應付的就是比較歹版的BOSS 開啥招,躲啥招,撿傷走,排好就好 BOSS拉到定位,別亂動就行 輸出就顧好自己的傷害別掉下來就OK 但是奶媽呢?所要應付的就是隨機性無限大的隊友了 有時候隊友狂聲你就要去補救 對我貪輸出,吃傷害的人你就要去拿一口 對我一個發神經走位失誤暴斃了 你就要趕緊獨條復活他 一個個什麼時候發作我都不知道 不像BOSS有一定的規律在 玩著玩著血壓就上來了 沒有罵人的奶媽,那就是修養好佛頭轉世 會罵人的奶媽純屬正常 所以一直都沒有什麼在玩捕食職業 就怕自己扛不住 可是今天要介紹的遊戲 能夠讓你好好體驗奶媽的辛酸苦楚 坊間、論壇、Baha、PTT都稱它為奶媽模擬器 但我更喜歡稱它為血壓測量機 它就是迷你治療師 迷你Healer 那在開始介紹之前 我發現那款遊戲非常的療癒身心 它就是戰艦世界 戰艦世界是一款專門在海上治癒別人的海戰遊戲 在裡面也有超過400多艘真實的船艦 他們有的可以開進來超遠距離 外送治療補給彈 有的船艦則移動速度較快 可以馬上外送治療給對手 有的甚至能從航空母艦上開出飛機 從空中出其不易的轟炸 咳咳...外送治療補給彈 每艘船都有各自的補血方式 那種14級的海上戰鬥是免費遊玩的 而且船艦幾乎都能免費取得 遊戲曾經還有跟Hololive 並來航線等有相向Mate的IP合作過 就能知道這IP是多麼的治癒人心 那剛好現在戰艦世界有辦春節特別活動 準備了一份特別禮物要送給喜愛治療的玩家們 先在點擊下方資訊欄裡的連結 下載註冊遊戲並輸入代碼 就可以免費獲得中毒毫禮 包括泰國戰艦、祝用中國戰艦等許多好康的 還不趕快加入戰艦世界 來外送治療補給你的對手吧 迷你治療師Mini Healer 售價152元 評價是1700篇左右的壓倒信號評 目前還是搶先體驗版 遊戲玩法在於攻略不同特色的Boss 每個Boss都有不同的機制要去應對 只要在血量歸零之前打倒對方即可獲勝 雖然這句話有點廢就是了 但是每個Boss應對起來都會有不同的樂趣 起初會有個地下層地圖 隨著探索與攻略你將會面對越來越強大的敵人 那我來介紹幾位我認為比較有特色的Boss 想在前期會遇到冥教舉望的首領 他會釋放法術使地面上冒出紫色火焰 才在上面會受傷 對治療者也就是你則會造成大量傷害 因此攻略方法就是你要跑到右邊安全區域來補血 但是燃燒範圍會隨著Boss獨條變更 如果沒有注意到所站的位置 則有可能會暴斃滅團 夜五位名叫諾里克斯的Boss 他極致是每隔一段時間會生成靈魂 如果讓他吸收到的話Boss就會階段性增強 為了防止Boss過於強大 靈魂得要用滑鼠來去點爆 因此一方面要獨條補隊友血量 同時還得要點靈魂防止Boss的進化 玩起來真的是超級忙碌的 而更麻煩的是Boss還會召喚附屬生物 他會持續地給Boss來補血 所以你還得要標點讓隊友去攻擊附屬生物 同一時間做三件事 有點令人手忙腳亂 也有個Boss名叫卡桑德拉 他會有兩個狀態 一個是裝甲一個是狂暴 裝甲狀態你打他不會痛 他打你也不會痛 所以你得要用驅散技能來改變他的面貌 但是他變成狂暴之後 你攻擊算會造成傷害了 但是對方打你會非常痛 尤其Boss會放群體暈眩 也會放AOE跟單體高傷技能 因此攻略方法就是你要挑時機 用驅散來迴避Boss的傷害 欸Boss獨條要開技能了 那我趕緊驅散把他變成裝甲狀態來賭攻擊 那技能放掉了 我又趕緊驅散把Boss變成狂暴狀態 來輸出打血量 就這樣變來變去 如如此類 前面所介紹的都是一些比較簡單的機制 當然還有更複雜的 像是當一法力滿了則滅團 法力消耗光了也會滅團 法力越低Boss傷害越高 這種需要依靠機制來控制法力的多寡 想讓出攻略起來真的是還麻煩 有的是需要依靠操作來跑機制 有的則是補量減定 沒有難蠻血條隊友就會暴斃 我那最後是會有點懷疑人生 因為隊友一個個都是混蛋 全部的機制都要玩家來去跑 同時還要補他們 整個過程心酸啊 不過好險開發團隊並沒有持續的壓榨玩家 在開打之前Boss的一切資訊我們都很提前看到 康星的高低會放什麼技能都會顯示出來 而打到一半的時候你也可以暫停看一下Boss的技能來複習 如果滅團了也能看到滅團原因是什麼 在攻略這一方面上開發團隊可以說是很有人性的 無法想像如果是盲托的話 遊戲將會有多恐怖 但說是這樣說啦 到了後期就算有了這些資訊的輔助 如果沒有實際打起來其實也會有點忙然然 原因無它卻是Boss技能有點多 機制疊加在疊加非常複雜 當技能一個個往你身上招呼過去時 滅團了 怎麼死的 問題出在哪邊也會難以判斷 這情況真的很常見 滿血但瞬間暴斃的情況比比皆是 當然找出問題點出來一個個來解決 就是這遊戲的醍醐味 那在裡面有四種不同風格的奶媽可以遊玩 分別是德魯伊 牧師 咒術師 聖騎士 德魯伊之夜舞最愛玩 特色在於德魯伊技能大多多上Buff來回血 上的Buff越多 補血就補的越多 當然缺點也很明顯 應急手段比較差 路遇到兩階段高傷害的技能 第一下扛得住 但血量還來不及回滿時 第二下往往就會滅團 所以這方面就是德魯伊奶媽的困擾 而牧師就是補的多 一補就是以大哥 但就是要獨條 永暢很久 很考驗對Boss的理解來預讀 因此我很討厭玩牧師 喔 看他都有血量上上下下的宛如斷層樣 玩多了 真的是對心臟很不好 而咒術師則技能都雙面刃 像是施放一個增傷區域 但在裡面的傷害就會提升 但受到的治療量會降低 或者是消耗隊友的生命來補充法力值等等 是一個很吃資源管控的職業 而聖騎士的技能則帶有combo屬性 我們丟出生意來補都有血量 但如果又丟出另外一個技能 則能引爆生意造成另外一個效果 就這樣使出A加B或C加B的combo 很吃熟練度 那職業的選擇其實並沒有很硬性 並沒有說你選牧師就只能玩牧師而已 因為職業技能的解鎖是看天賦配點 喔 這遊戲的天賦做得非常之多 各種眼神強化的豐富度做得很棒 而當你在牧師天賦配點28點時 就能解鎖全部的牧師技能 而你又在咒術師天賦配點20點之後 其實又都會解鎖咒術師的能力 因此玩到最後遇到更加麻煩的Boss時 你其實是可以混搭職業來攻略 像我就喜歡玩德魯伊混咒術師來用 而如果需求需要 是職業技能混著來搭配也是可以 強度也並不差 就看玩法而定 那打倒Boss之後就會掉裝備 跟一大堆有的美的素材 而裝備除了拿來穿之外 挑到喜歡的獵人用來 升級 強化 編譯 附魔 神聖 鑲嵌 就能知道裝備系統有多豐富 你要搞一套很頂的流派 是可以花時間來去鑽眼的 而當剛好之後我看到裝備上一大堆的加成參數 那個成就感真的是很爽快 而當遊戲破關之後 還會有無盡階梯可以來挑戰 一邊都會出現複數以上的Boss 像是前期加後期Boss混搭登場 要解的機制也都會疊加在一起 玩起來也更有挑戰性 而除此之外 開發團隊甚至還加入了 額外的免費的 玩如DLC的另外一套系統 也就是時下最夯的Loglight玩法 一切歸零 挑選路線爬塔打Boss 打贏會有技能選擇可以來使用 也會有被動的Buff強化 而當你成功挑戰這一輪 就能拿到幻化裝備 來改變原本的外觀 這麼豐富的玩法 有多有多的系統 甚至還以為免費送一套傻必須 現在竟然還只是搶先體驗版 我都開始在懷疑 製作人是不是忘記自己有上架過這個遊戲了 真的可以推出了 真的 這個價格玩到這樣的內容 太豐富了 有多獨又好玩 真的是很推薦 當然我也不要只有吹捧 遊戲還是有互多互少的缺點 也可以聽聽看再來考慮 首先就是遊戲玩起來壓力有點大 玩起來出乎意料的累 雖然遊戲是在打Boss 但核心玩法其實是解謎 你要解Boss的機制 該如何去應對 該注意Boss會出什麼招式 還需要盯著Buff欄位來驅散進化 同時又得注意Boss獨條 我可以整天玩艾爾登法環不喊累 但這遊戲我玩兩個小時左右 就會開始眼神茫然 這個需要花大筆精力 才能玩比較順心的作品 而裝備系統也是 起初玩這遊戲你一定會感到好玩 畢竟新鮮感嘛 但是玩到中期的時候 你會感到滿滿的作業感 感受上會有點大同小異 補血跑機制就這兩點而已 但我個人認為 最主要原因就是回饋不夠 簡單來說就是打飽不夠快樂 遊戲設計的非常多裝備 但穿起來很難讓人感受到差別 舉個比喻喔 你打到了加10%加強自癒的裝備 跟打到了加1000點加強自癒的裝備 那個好那個不好你能分辨出來嗎 當然你可以花時間來下去測試 但對大多玩家來說 只會在意打不打得過Boss而已 而當你不管穿哪件裝都能推光卡時 回饋就不是很夠 打飽不夠快樂 作業感就會隨之而來 中期真的是有點勸退人 不過到了後期 裝備開始出現詞綴 那個差異就開始出現 漸漸就有了打飽的感覺 畢竟主流派這過程是有趣的 前面有說過我很喜歡玩德魯伊職業 而德魯伊有個需要獨條的攻擊技能 名叫星塵墜落 偶其我有打到一個裝備 關心者 看看那個詞綴 攻擊有9%機率會自動施放星塵墜落 看到這詞綴 我就決定要搞出攻速裝 然後看到隕石瘋狂砸相Boss 看看那個畫面震動 那個回饋感 喔好快樂 真的是好快樂 玩起來真的很開心 那有個裝備名叫過度生長 看看這詞綴 過量的補血會對敵人造成傷害 因此拳衝治療強度的玩法 乃死敵人也是能辦到的 喔在巴哈爬文看到別人搞出什麼光環流 就是點天賦把所有被動強化BUFF 也就是光環 四隻夜全都點出來 玩起來五彩繽紛 BUFF上好上滿 雖然自身強度並不高 但是隊伍整體的強度保持在一定水準 是個穩扎穩打的流派 所以說遊戲很推薦 如果喜歡奶媽 或者是想要體驗奶媽的生態 可以來嘗試看看 非常好玩的遊戲 好啦那上了 最後非常感謝戰劍世界的贊助播出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